翻过来的那一刻我吓得纷都快飞了,闺蜜满脸是写得躺在床上,居然还跟我睡了一晚,我想想都后怕。 我吓得赶紧跑去妈妈的房间。妈妈看到后仿佛也不是很惊讶,只是着急地把它埋到我们家附近的墓地里。 我问妈妈为什么?妈妈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 说完妈妈就请来了一位大师说明情况,只见大师不慌不忙地湿了咒语,然后把兽放在火热的火炉里。 过了一分钟,大师把镜子搬到了地上,开始净化他。 一个钟过去了大师摇了摇头说,这个鬼跟平常的不一样,很难对付应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厉鬼。 妈妈恐慌地盯着镜子,叮嘱我,却记今晚不管有什么声音在叫你都不要理他, 我哆哆嗦嗦地点了点头。 到了晚上睡觉时,我真的听到有个声音在叫我,那个声音在房间里回荡说, 诗诗,你今年多大了,告诉我好不好。 我非常害怕没有理他,可那个声音越来越大。